我走过最幸福的路 是个恩随的路 这是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哦 小鹏从小就在美国长大 有着蓝蓝的眼睛和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小鹏生长在一个大家庭 有八个兄弟姐妹哦 有一天妈妈带着小鹏到街上去买东西 小鹏走在路上 看到了一个橱窗里面 有好漂亮的一个洋娃娃哦 小鹏就跟妈妈说 妈妈 我好想要那个洋娃娃哦 小鹏的家并不富裕 妈妈就只能摸摸小鹏的头说 我们家现在还买不起这种娃娃 小鹏明白家里的情况 就没有多说什么 妈妈买完东西后 就带着小鹏拜访新搬来的邻居 这一家人啊 比小鹏过得还要穷还要辛苦 所以他妈妈就把刚刚买的面包 分一些给他们 他们家有一个女儿叫做新儿 她的年纪跟小鹏差不多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变成好朋友咯 小鹏回到家之后啊 每天都向上帝爸爸祷告 希望可以拥有那个橱窗里面的洋娃娃 就在小鹏生日那一天 小鹏的爸爸带着一个大大的礼物盒来送给他耶 哇 里面正是那个橱窗里的洋娃娃 隔天啊 新儿来小鹏家玩 小鹏兴奋地把洋娃娃抱出来 可是新儿一看到小鹏有一个新的洋娃娃 他就伤心哭了起来 因为他连一个洋娃娃都没有 小鹏看着新儿也觉得很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赶快跑去找妈妈 妈妈就跟小鹏说 你可以送一个洋娃娃给新儿啊 小鹏心想 好啊 那我就送那个破旧的洋娃娃给他好了 妈妈就抱起小鹏说 如果今天你要送给主耶稣的礼物 你会送他最好的还是一个旧的东西呢 小鹏一听 明白妈妈的意思 也哭了起来 他流着泪 带着他心爱的洋娃娃 走到新儿旁边对他说 新儿 这个洋娃娃送给你 是全新的哦 太好了 新儿也要一个娃娃了 对啊 那天新儿笑得好开心哦 小鹏虽然失去了他心爱的娃娃 可是却学到了宝贵的功课 那就是要拿自己最好的东西 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虽然小鹏家里只剩下破旧的洋娃娃 可是小鹏的脸上的笑容 比他抱新娃娃的时候还要灿烂呢 当我们学习放手 将拥有地分享出去时 或许我们也会有超乎想象的收获 生活也会更加精彩丰富哦 大约 其实走不通 百分之一 袂凩 冢